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感恩你 如果你已经点赞了 谢谢你们 衷心的谢谢 那现在进入今天最后一个讲题就是林吉祥受封丹斯利 明天应该就会受封了 明天是元首诞辰 只有元首可以封丹斯利 马来西亚大概有300来位丹斯利吧 丹斯利是非常非常难拿到的 如果你黑市有很多人说可以买 你要上百万才可以买到丹斯利 而且不一定买得到 任何买的薰嫌都是非法的 但是当然你有接触过商界 其实很多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得到 我们都有听到 包括柔佛书单之前有直接公开吗 其实很多书单都是买的 只有柔佛是绝对不卖的 有这样子的讲法过 所以不简单可以封丹斯利 我直接回答一个问题 林吉祥在 其实昨天孙川大哥就发这个信息给我的 林吉祥受封丹斯利 这个消息自昨天传出来之后到今天 一片骂声 因为大家都认为行动党有一个立场是领袖不可以受封 所以林吉祥现在是自打嘴巴 为了丹斯利这个很高大上的头衔 当然丹斯利是无上的光荣 无上的荣耀 这点是不可否认的 就像古代的爵位 其实丹斯利在古代就是爵位 像英国的歧视勋章 这些就是一个爵位来的 你的身份地位 所以它是一个光荣的事情 那林吉祥你现在违反了自己行动党 或者是自己之前不受封的立场去受封 那你自打嘴巴了 你是错 所以很多人笑他 很多人骂他 很多人抨击他 但其实你问我有错吗 我跟你说 我的立场百分百没有错 林吉祥应该被受封 而且也没有违反行动党的立场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一开始跟大家说 我跟主流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我们要就事论事 我那些认为林吉祥有错的 我直接问你 凭什么林良师可以封敦 林吉祥不能封丹斯利 就是很简单的道理 以林吉祥在政治上的付出 政治上打滚这么多年 他受封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以前陈主牌可以拿丹斯利 黄家定可以拿丹斯利 林良师可以拿敦 因为他们是政府里面的一员 你知道你要拿敦 你要有一个人首肯才可以吗 这个人是谁 就是首相 首相必须同意你受封 你才可以 因为根据宣法 给元首劝告的人是首相 基本上所有这些受封的 薰贤人士 他的名单是政府拟了 交给元首 或者是交给皇室 如果你是州的话 除非一些很强势的君主 很强势的元首 很强势的苏丹 他会 你给的名单我不care 或者是柔佛有时是甚至没有名单的 是苏丹 我想要封谁就封谁 这是很强势的 但是大多数情况 包括在宾州这样子 都是政府先拟了 然后由首长提交上去 在联邦就是由首相提交上去 所以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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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相的特权的 那林吉祥现在可以拿到 就跟林良石他们可以拿到是一样的 在政治付出很久了 你在政府里面 在政治里面付出了这么久 你就是有功人士 这个是马来西亚一贯 抬头看政治人物 就是很遵从政治人物的思想 所以在这种思想之下 我就给你 你是反对党我不给你 因为你跟我不同阵线 你跟我同阵线我自然给你 为了表扬你表彰你 所以林吉祥可以拿到 当然是安华愿意给他 安华也是等于给他一个礼物 这是第一点 没有错 这个是马来西亚 长久以来奉行的制度 除非你说政治人物 全部不可以受封 那林吉祥就错 但是本来就是给政治人物了 包括安华自己是Dantosli 安华退休应该也会拿敦 他已经当上首相了 至少也会来一个Dantosli 除非他坐牢 像纳吉这样子的情况 不然纳吉现在也是Dantosli的 这个是必然的事情 所以这一点是大家要明白 并没有错 而且林吉祥拿Dantosli 你以我们过往 针对Dantosli的标准来看 我不觉得林吉祥有不符合资格 所以对错而言 是我的看法是很直接的 林吉祥没有错 政府没有错 这是我要先讲的 从事实层面来看 所以大家要知道 然后第二点要讲的是什么 就是很多人在讲 这不符合行动党的立场 行动党说领袖不可以收封 其实这是错误的 我不知道大家 是不是曼德拉效应 你可以找一下曼德拉效应 曼德拉效应就是记错东西 而且不是一个人记错 是集体记错 为什么叫曼德拉效应 因为曼德拉其实他还没有死 但是很多人记错 他早早就被暗杀 因为各种原因 造成集体记错一件事 就叫曼德拉效应 包括行动党领袖不可以收封 其实也一样是曼德拉效应 大家都集体记错了 行动党从来没有说 领袖不可以收封 2008年行动党执政宾州 霹雳雪兰儿之后 其实当时行动党 就已经有不成文的规定 后来这个不成文的规定 变成成文了 给他们领袖 最高理事他们通过了 就是什么 在职领袖 在职活跃的政治人物 不可以收封 只有退休的政治人物 可以收封 所以从来没有说 你是行动党的政治人物 就不受封 没有这样子的事情 而且行动党也不敢这样子讲 因为你这样子讲 就像我刚才说 TT讲的是一样的 你对黄氏有不敬的嫌疑 我现在要封你 你还跟我说 我是行动党人 我是行动党领袖 我曾经是行动党领袖 所以我不受封 这样你是不是藐视黄氏 你看不起黄氏 所以他们不可能这样子讲 从2008年 就有这个不成文的规定 大家可以自己去找新闻 不要让自己头脑错误理解 来影响 这个曼德拉效应给影响 是没有这样子的事情 只是活跃 还没有退休 在职的领袖 不能收封 这一点大家要明白 所以林吉祥已经退休了 他现在也不是国会议员 也没有当官 他已经是一位退休的人物 而且年纪也这么大了 80多岁了 受封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也没有违反行动党的原则 所以这点大家要知道 我要特别纠正大家 这是第二点 当然第三点 刚才我说的那个原则 在职活跃 还没有退休的行动党领袖 尤其是当官的 是不可以受封的 有没有人违反 是有的 比如邓章青 邓章青早早就拿了他多 还有几位 还有几位也拿了 其实当时 他们受封的时候 他还在当着官 当着议员就受封 在行动党内 也是引起争议的 可是最后 他们选择不了了之 这件事情 为什么 你虽然不符合 我们党的立场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 你要因为他受封拿都 开除他吗 因为他受封拿都 你冻结他吗 这样子第一 你是不是跟皇室对着干 第二 他做错什么 受封就等于是做错吗 你真的要摆出这个立场吗 所以最后就是 我们也不能对付他 你对付 舆论上你过不了 然后 你也有冒犯皇室的情况存在 所以我们就不提 也不去管他 但是大家要知道 你这样子做是不对的 当然 接受封事的人 他们都会讲一句话 苏丹要封我 我不能够拒绝 我没有叫我自己 我没有要求我自己受封 我没有把我自己推荐上去 写在名单里面 没有 是苏丹自己要封我 但是事实是怎样 我们没有人知道 毕竟在政府里面 你就会有瓜田里下的嫌疑 所以我们要用比较高的标准 来看政治人物 来看官员的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你在政治里面 你有大量的利益 纠葛 然后你有大量的权力 你甚至可以干预媒体的报道 不让记者进来采访 等等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我们对政治人物 要有更高的标准去监督他们 这一点是要分享给他们的 这是第三点我要讲的 所以是没有错的 这件事情 从应不应该 撤封林吉祥 林吉祥应不应该接受 行动党 有没有违反自身的立场 这三点来看都是没有错的 所以很明白 有一说一 我们对事不对人 对的就说对 错的就错 所以事实上并没有错 但是在政治上 这是错误的事情 为什么说政治错误 它是大大扣分 对你的党会有影响 对你的联盟会有影响 这个就是政治上是错的事情 政治是不讲对错的 政治利益 像大局派一直跟你说 我们为了政治没有办法大局 如果你是大局派 你是洗地的人 现在林吉祥受封 你应该劝林吉祥 劝元首收回臣命 才对 因为现在林吉祥受封 是违反大局的 为什么 因为林吉祥这个时候受封 其实会损害 行动党 包括西蒙的绅士 大家要知道 不管是华人还是马来人 最大的剑靶 就是行动党 而行动党里面最大的主角 被攻击的剑靶 剑靶中的剑靶 就是林氏父子 林吉祥林冠 现在林吉祥就受封 受封单实力了 而且是距离周选 距离雪兰 和周一会解散 还有两个月的时间而已 距离周选 只有不到四个月的时间而已 你明明就是最大的靶子 你却在这个时候受封 是不是拿起石头来 搬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 所以这件事情是没有错 你问我林吉祥应该受封 但是在政治上 是对行动党有损害的 所以真正的大局派 如果你是大局派 我从来不是大局派 我是跟你说对错的 你不要跟我讲大局 我看对错 真正的大局就是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你不要把错的讲成对的 所以如果你是真正的大局派 我不是的 你是真正的大局派 你就应该讲 为了政治利益 林吉祥不应该受封 安华不应该推荐林吉祥 你不要跟我说是元首自己要 撤封林吉祥 这个没有人会相信的事情了 一定是首相安华 把他的名字放进去 把他提成上去 所以这个是政治上 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而且你是把子弹送给国门 连华人对林吉祥 受封都有这么样大的反应 像我刚才讲 各种各样的批评铺天盖地 明明是对的事情 各种各样的批评还铺天盖地 你想一下那些本来就对行动党有phobia 对林吉祥有phobia的这些人 有恐惧症的保守派 觉得林吉祥就是沙文主义的代表 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代表代理人 他们会怎么样看 哇 连林吉祥都可以受封单思理 他们是不是会更团结起来 更有危机意识 林吉祥都可以受封了 你们还有什么可以做不出 对不对 所以这个对政党对行动党对联盟是不好的 却发生了 但大局派你看到他们在洗地 所以我一直跟你说 大局派或者是洗地派口中的大局 是最可笑的 因为他们的大局其实就是组织 上面的人讲什么 什么就是大局 不用思考的 只要找理由来洗地就可以了 找理由来开脱 不管你的理由是多么可笑 多么荒唐多么荒谬 只要找理由就可以了 所以不应该 你问我林吉祥应该受封 如果你聪明一点 应该要等六周周选之后才来封 至少你六周周选之后 下一次选举 我们西马有选举也是三年之后了 三年之后才选举 你可以慢慢消弭恶劣的影响 而不是现在忙着来受封 你不要跟我讲 刚好6月1号 其实你看回去元首诞成受封 包括各州苏坛 他并不一定要在当天封的 他持几个月早几个月都是可以封的 这个是很正常的情况 所以这个在政治上是错误的 政治上是错误的 会让行动党扣分 而且会让国盟的绿巢 保守派的声势更为大仗 所以结论就是这个是对的事情 但是在政治上会扣分 会失分 那最后一个疑问 最后一点我要讲的就是 很多人听了我这样讲会想 那为什么行动党也好 安华也好 西蒙也好 怎么笨呢 他们不要迟一点来封林吉祥 林吉祥为什么这么笨 行动党为什么这么笨 等多三四个月不可以吗 我告诉你 对政治人物而言 就是不能等 大家记得吗 记得我讲过这句话的独有 发个5 就是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这个是毛泽东讲的 这个就是政治现实 政治现实 他不会跟你看两年后 三年后 五年后 十年后 他跟你看今天 明天 朝夕是什么 朝夕就是今天早上 跟今天晚上 我就跟你争今天罢了 这个就是政治现实 林吉祥 他们当然也明白 三个月之后 封大选之后 封是最好的 反正我也是有封 可是有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是什么 三个月后你还是做政府 对不对 所以要封就打铁趁热 不然有太多不可掌控的因素 所以政治人物他们做决定 这个就是我作为一个专栏作者 我作为一个直播来分享看法的 我每次要把这种背后的思想 分享给大家 就是因为这种指针朝夕 所有政治人物都是这样子 他们很多时候会做出 在我们看来不可理喻的事情 是错误的事情 很明显错误的事情 所以这是唯一的原因 为什么要这么急 因为你确实在政治里面 他们是不愿意的 也不想要等 也不能等的 因为政治一直在变 一天都太长 所以把整个林吉祥受封的课题 从头到尾分享给大家了 那今天第三个讲题就讲到这里 我再次重申 我不认为撤封林吉祥有什么错 但这个是对政府有伤害的一件事情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